Hello 大家好,我是Howard 今天就跟大家打掃一下我們的Office 用的就是這個Dyson V12 Detect Slim 今次這款吸塵機又會如何 Detect 和有多 Slim 呢? 那就看下去吧 Dyson 吸塵機的設計其實近年都有輕量化的趨勢 它就追求一個更加纖細的機身和更加輕的重量 大家擺放就更加容易擺放 以及打掃的時候都會比較省力 而今次測試的這個V12 Detect Slim 雖然就不像Dyson Micro 的主打輕身 但是它的定位都是 Slim 的 所以它的總重量只有2.2kg 比前幾代是輕了不少 以及整部吸塵機都維持了一個偏向窄身的設計 其實就算你放在梳化邊或隙間 都可以放得下 就未必需要像之前那樣 安裝一個掛牆的充電座 那你找個位置放好它 然後插線充電就可以省下不少位了 今次整個系列都是用了可換電池的設計 如果大家家裡大大地 就準備多一兩塊電池 那你吸到沒有就可以換電繼續吸 而這一代充滿電之後就可以連續用到60分鐘 那當然就是最低的吸力的情況之下 順便提醒大家 因為日本經濟產業省 就發現有部份Dyson的副廠電 是會有起火的風險 那它還呼籲它們的國民不要用 那大家就自己衡量一下 即是無謂弄壞部機或者家裡有意外 對不對 Dyson V12 Detect Slim 最大一個特點 就是多了這個Laser 的吸頭 那其實這個吸頭有什麼特別呢 即是會射Laser 又如何呢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照明的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以為地板很乾淨 但其實暗藏遜 有這麼大小的頭髮 可能食物碎洩 那目測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一些尺寸比較小的灰塵 甚至如果你的地板是淺色 那你撞上色的話 那就真的比較難看得清 那如果用一般LED的吸頭 是可以做到補光 不過因為都會偏向分散的光線 那和比較近的灰塵 反而就會照得太光 未必看得清 那至於這一次Detect Slim 的Laser吸頭 它就是想做到 令大家可以很輕鬆地 看到地板上的灰塵 Dyson 就在這個吸頭的右邊 加了一個Laser 系統 那就可以發出綠色 和500流明的Laser 那就可以做到 這個吸頭前面一個區域 大概正方形 那就可以做到一個Laser 的照明 那實際效果是怎樣呢 那我們公司就是這隻 白色的灰紋地板 那以我這個高度看下去 一些黑色的毛髮 即是長相地那些 都算看得清晰的 而灰塵來說 就真的不太能看得到 那就著了Laser 看看怎樣 可以看到 除了可以照到灰塵本身之外 它還令到灰塵拉了一個 很長的陰影出來 那Laser 和陰影一對比 那就可以看到它的灰塵了 而這個原理之下 就算灰塵和地板顏色相似 大家都是可以看得清的 那就不怕吸流了 不過呢 因為這個Laser 吸頭的亮度是有限的 所以在一些太光的地方 就會令到Laser 的效果會減弱 甚至會蓋過Laser 的光度 V12 Detect Slim 它就有150AW的吸力 那我們公司就是用這部 很久很久之前的DC62 都順便對比一下這兩代吸塵機的吸力 到底有多大的差別 看看小室看完後會不會換部新的 或者我們會逼它換部新的 可以看到在硬地板應對一般的灰塵和垃圾來說 其實兩部機的清潔力可以說是不相百重 反而可以看到新的吸頭 可以應付到更多不同類型的垃圾 例如這些這麼大顆的菠蘿桿都可以吸得乾淨 另外就是噪音問題 舊款一開就好像飛機準備起飛的引擎聲 而V12就真的剩下了很多 相信大家看片都可以聽得出 另外V12也搭配了這個防潛結的螺旋吸頭 它就專門去應對人或者寵物的毛髮 它可以看到它是一個錐形的設計 還有裡面會有不少圓空的位置 它就可以大大地減低了毛髮 卡在吸頭裡面的機會 那毛髮一進去就會繞過來這邊 再在這個空位吸進去 Dyson這次還在雜層桶裡面加了一個壓電式感應器 它就可以實時偵測到吸入灰塵的大小和數量 吸塵機就會根據實際的情況去自動調節它的吸力 例如它detect到大量和體積大的灰塵的時候 就會自己增加吸塵機的吸力 用起來也會更簡單 用家也可以手動切換ECO、自動和BOOT三種吸力模式 大家就可以根據自己打掃區域的灰塵多小和大小去選擇 另外吸塵機也會把吸入的灰塵分成四種大小 再數據化顯示給用家看 包括小過10mm的自問鉛 像花粉一樣 還有60mm左右的微塵 還有180mm和500mm的比較大的灰塵 另外它的螢幕也會顯示 你使用的模式是剩餘多久的使用時間 V12 Detect Slim也用了這個獨立的開關鍵 而控制吸力的就放在螢幕下面這顆鍵 有好有不好 好處就是你按一下就可以長時間吸塵 就不用用手指長按 可能角度刁鑽一點也會控制得好一點 不好的地方就是無論你開同關鍵 都需要兩隻手去控制 就沒有了原本的開槍鍵 你單手就可以做到開同關鍵 還要你什麼時候開同關鍵都可以 V12就用了直的集塵桶 它倒層的時候的確會比舊款更好 一推就剛剛好 全部都落到垃圾桶那裡 不過目前這個集塵桶設計 在倒層的時候還是會有點卡 尤其是在毛髮比較多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卡在金屬網上 始終都是整個拆下來才會清潔得比較乾淨 大家都是勤力一點清一下集塵桶 尤其是在吸完毛髮之後 Dyson除了在馬達設計和吸力的表現 即是一貫都好之外 它都經常加入一些給人感覺很high-tech的功能 好像這次的laser和防前擾的吸頭 而這些特別設計的吸頭 又真的可以提升到實際的使用體驗 當然它的價格自然都不會太便宜 這次V12 Detect Slim 最便宜的Fluffy版本 就是15,180元 大家又覺得這個價位來講 吸不吸引到你升級呢? 就歡迎在留言裡大家一起聊聊 這次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總是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我的通知鐘 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